我们继续来看 所以 非礼士人跟以色列的打仗制不是第一天了 非礼士人跟以色列的打仗 谁赢谁输 其实我们都知道了 以色列人只要好好欣赏你 哪怕以色列人很弱都能赢 以色列不好好欣赏你 哪怕以色列人现在强大了也一样输 所以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非礼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 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 以色列人就在非礼士人逃跑 大哥你跑啥呀 干呢 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常常讲干就对了 但是逃跑 逃跑就完蛋了 逃跑就完蛋了 我们也不知道 扫罗也在 约拉丹也在 这些将军元帅也在 你跑啥呀 不知道 所以今天神不与你同在 你就害怕 你害怕 你就逃跑 神与你同在 你就不害怕 你不害怕 你就 哈利路亚了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今天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怕了 你就别打了 你怕了 你就别打了 你打不赢的 你不怕 也不用打 他敢来 他必死无疑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前几天大连出过事 具体啥事 我不跟你们讲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 教会的肢体 我也不讲弟兄 我不讲姐妹 被人家欺负了 那我就让孙灵去过去 我说你给他找个律师 你说牧师 不得了找律师 因为在当时 我们的弟兄姐妹状态不稳定 对于这个事情 还有一些害怕 那我就知道你害怕 你跟人家打 就算你有理 也可能继续被人家欺负 但是今天 既然咱有理 我们就 我们就退了 我们就让律师去处理就好了 但是最近呢 我想法变了 因为我一直跟这个朋友在保持沟通 我看他状态越来越好 状态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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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律师上都不用找了 自己就可以干了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听众 你现在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吗 所以今天 我状态好的时候 不用律师 我自己上就行 所以今天 那我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又有理 那我就可以把这些证据留好 交给律师 让律师去处理 那我就自己花点时间来敬拜主 来亲近主 来从主恢复我的力量 所以今天扫罗 从不顺服神开始 就开始离神越来越远 然后没有神的同在 然后就开始害怕 开始要逃跑 所以你看 以前以色列人啥时候跑过呀 这次 马一开战 以色列人先跑了 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 好的领导 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能力 好的领导是 能鼓舞 能鼓舞 下面兄弟姐妹的信心 能鼓舞下面兄弟姐妹的信心 你鼓舞他们 他们有信心 哪怕一开始我们弱一点 靠着神我们都能赢 所以今天这就是为什么 在几次艰难时刻 当同工说牧师啊 好像不行 牧师啊 好像整不了 我每一次都说 No 整 No 干 所以我常常讲的 2018年 我们办15周年的时候 我们 我身边的几个同工非常清楚 那个时候王牧师没有钱 自己也没有钱 教会的账上没有钱 中国话讲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所以我们那几个了解我的同工 就说牧师啊 办吗 你知道吗 这个中国的语言很微妙的 办吗 意思是说咱别办了吧 没钱你知道 那我就说办 我说办 你们该买东西 你们就去买 对吧 刷你们的卡 给我记账 回头我给你们报销 刷你们的卡 给我记账 回头我给你们报销 办 该租场地 租场地 该买东西买东西 我们就 有条不紊的按部就班的往前推进 所以十五中间我们办得非常的好 然后感谢神 神也感动弟兄姐妹奉献 我们收到很多的奉献 所有的账报销以后 还剩了一大笔钱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神与你同在 神一定帮助我们 我们不害怕 我们就不会逃跑 但是今天 当我们心情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担心 我们担心 我们也会逃跑 所以你一跑 人家就会杀你 所以以色列人在飞行棉逃跑 你以为跑就完了吗 你一跑 人家就会杀你 所以很多人逃跑 反而在基利波就被杀葡萄 然后这个飞利士人 就追扫罗 也追扫罗的儿子 把扫罗的三个儿子 约拉丹 雅比纳达 麦基书亚 全部给杀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当领导的 我们不能退缩 我们当领导的 我们不能逃跑 我们当领导的退缩 我们当领导的逃跑 不是一个人失败 是整个团队失败的 所以沈阳的王姓 你不能失败 你必须在身边站得住 不管多大的困难 你一定站得住 你站得住 你一定能站得住 因为神与同在 你站得住 跟着你的人也都站得住 所以丹东的雪红也是这样 河南的阿尔利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 我们深圳的凯顺也是这样 上海的明玉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 锦林 马金在大连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当领导的 我们必须明白 难不难 难 压力大不大 那怎么办 跪下来跟人祷告 我们可以跪在神面前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在人面前怂 我们绝对不能在人面前怂 所以今天 当你怂 不是你一个人怂 当你怂 整个队伍就垮了 所以今天你看 你看 我们看 这个扫罗因为远离神 神不与他们同在 所以百姓心里面就没有底 没有底 百姓就跑 百姓跑 也没跑了 被杀了 然后剩下扫罗跟他儿子 有点像光杆司令一样 因为周围没人跟着你了 你势单力薄 人家就把你咔咔咔 三个儿子全部干掉 扫罗一看完蛋了 扫罗一看完蛋了 这个老百姓也跑了 连自己身边的左膀右臂也死了 那最重要的是自己也受伤了 扫罗被弓箭手射上 而且那个射得很深 射得很伤 所以扫罗心里想 说我现在我只能自杀了 为啥呢 因为如果不自杀 我会被那些 这个未受割离的人来赐我凌辱我 所以今天呢 这也算是扫罗一点底线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但是这个底线呢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你输了 我告诉你 佛教徒就是嘲笑你 你输了 穆斯林就是嘲笑你 你输了那些不信上帝的 平时在旁边说三说四的 就会嘲笑你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不要说 牧师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 要不他们还嘲笑我了 啥叫你不能让他们知道 他们就会嘲笑我了 你把事办明白了 就没人嘲笑你了 阿门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给整整拧过了 因为有些人跟我说 牧师啊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呀 这些事让别人知道 别人会嘲笑我 拉倒吧 你把事办明白了 就没人嘲笑你了 你每次都打圣仗 就没人嘲笑你了 所以今天扫罗这一点点底线的 没啥意义 没啥意义 真的没啥意义 所以我不是说扫罗 这个就应该没底线 我还是挺佩服的 扫罗在临死的时候有底线 啊 就是我现在 老百姓也跑了 我儿子也死了 我生我自己 我自己也被射得很重 我不想让那个 没受割礼的人 不信上帝人来杀我 来凌辱我 我自杀吧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一点呢 咱们怎么说呢 咱们表示敬佩 但是这一点呢 王牧师不提倡 你平时 你把事办明白的 你平时咱们 多祷告 多赞美 多有信心 多有智慧 每次都打胜仗 每次都赢 每次都打胜仗 每次都赢 咱们也不怕别人知道 也不怕别人笑话 另外也没人敢直 也笑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你们听明白了吧 所以今天 你不要说 哎呀牧师啊 这事咱就别讲了吧 这个丢人呐 不要等事 给办砸了 完了咱们再说 咱们前面咱就有信心 多祷告 多赞美 多祷告 多赞美 每一个决定都是 智慧的 每一个决定 都是被神祝福的 最后结果是得胜的 是荣耀的 是可以为主族见证 咱是走这条路的 OK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去看 前面 那个大卫也有惨的时候啊 大卫 大卫这个不在的时候 他的老婆孩子 跟着他的人的老婆孩子 被人家抢走了 等回来 大家一看到 妈呀傻眼了 跟着大卫的人要杀大卫 所以今天你们看 30张 31张对比 30张 跟着大卫的人要杀大卫 31张 跟着扫罗的 还没有杀扫罗呀 跟着扫罗只是跑了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他们都在一个难处当中 但是大卫的反应是什么 大卫的反应就是说 神啊 我 还打 我还要打 我能不能打 我能不能追上 我能不能把东西抢回来 你看看 这是 这是大卫的想法 你再看看扫罗的想法 扫罗 丢人呢 我不好意思 哎妈呀 我这家长得这样 他不信任笑我了 兄弟你来给我一刀吧 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一跟我讲话 我就不爱听了 你懂吧 因为你一跟我讲话 我听到的就是没有信息 哎呦 我老痛苦了 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所以有的时候吧 这个 我也不能骂你 你说 我是你们的牧师 但是有的时候 你们真是很伤害我很深的 你一讲话 就没有信息 所以今天 亲爱的听众 2020年咱不讲了 2021年咱也不讲了 2020年咱也不讲了 OK 忘记过去 2023年 我希望我们教会 每个弟兄 每个姐妹 都像大卫一样 哪怕根正的人要杀你 你也说 神的 我要干 神的 我还要笑 我还要冲 神的 我还要笑 怎么怎么样 然后 求你帮我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我们把萨摩尔记 从第一章第一节学到今天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如果你没学到这一点 白学了 白学了 完了你就找我就行了 你把这一年的奉献 我给你退回去 你亲爱的听众 我这学配我也不要了 你知道吧 你没学明白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把三十张大卫的反应 你把三十张扫楼反应 放在一对比 你就知道了 咱们应该干点啥 所以今天 不要再跟我说 牧师啊 你别说 你别说 我丢人 这话你就不要跟我讲了 王牧师嘴也没有把门了 搞不好就跟你说了 你知道吗 中国话早讲 要想人不知 除非即某位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每一件事 都要先祷告再决定 每一个决定 都要先去寻求神 再去决定 每一件事 都要靠上帝 不要靠自己 然后我们就得胜 我们就得胜 我们就得胜 也没人笑话我们 我们自己也不怕 别人笑话 打字方便打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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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看 第七节 因为扫罗死了 因为扫罗的三儿子死了 因为跟着扫罗的人都跑了 所以你看见没 住平原那边的 那边的 都离这地方挺远 和约旦和西面的 就离那个战场 还有一段距离的 以色列人 看见以色列军兵逃跑了 看见扫罗的三儿子死了 也都打着了 也都弃成逃跑了 然后非力士人 便来住在其中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摆在王牧师面前 只有一条路 就是死 摆在王牧师面前 只有一条路就是死 今天任何事情 不可以难倒王牧师 今天任何件事 到王牧师之间 必须给他搞定 因为王牧师输了 不是王牧师自己输了 我们整个教会都输了 王牧师都没有信心 孙列也没有信心了 学院也没有信心了 红列也没有信心了 王姓也没有信心了 这凯瑞也没有信心了 这二弟也没有信心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要明白 所以马金跟景林 你们以后要 这个接受这个委任 成为大连的 这一个骗区的负责人 你们要明白 就是多祷告 就是多在美 就是靠着主 牧师让你干的每件事 把他干明白 让你干就行 所以我记得 这次圣诞节的时候 让景林找地方 景林说 牧师啊 我找两个地方 你先看看 完了明天再跟弟兄姐妹 商量一下 我说不用商量 我说我也不用看 你定就行了 我想景林应该还记得 我说我也不用看 你也不用跟他们商量 你定就行了 既然让你负责 你就敢拍板 当领导的 第一件事 就是敢拍板 打字方面打字 当领导的 第一件事 就是敢拍板 我们就是赞美 我们就是祷告 我们就是寻求神 神就会给你一些idea 你就会想起哪个饭店好 你就会觉得哪个饭店合适 然后你就去谈 然后你就把事定了 谈了定了 就完了 最后活动结束 大家肯定特别高兴 大家肯定特别满意 你选饭店真好 为啥好 上帝选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明白这件事了吗 不是那种野蛮的 那种愚蠢的 你们别吵吵 都得听我的 现在牧师说了 这是我负责 不要这种野蛮的愚蠢的 而是智慧的 谦卑的 在神面前有启示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2023年 我们2024年 我们2025年 我讲的是黑暗的三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这黑暗的三年 你放心 神会有更大的恩典 我们一直在讲 哪里困难多 哪里恩典更多 所以你就多祷告 你就多祷告 有一个什么事 你就多祷告 有一个什么事 你就多祷告 有一个什么事 你就多祷告 神就会告诉你 然后神告诉你 就去做就行了 大伙永远不理解 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神的话 所以他们不理解是正常的 你能理解是因为你听见神的话 所以你理解了 但是等你把事干完了 干漂亮了 大伙就理解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里面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理解你的人 一定是神也感动他 不理解你的人 因为他没有神的声音 没有神的感动 不理解就让他不理解 但是我们把事干得漂亮了 赢了就OK了 所以今天你慢慢你会发现 王牧师很少愿意跟别人商量什么事 为什么 你都祷告清楚了 你都听见神的声音了 上帝让你干就干了 你还商量啥呀 商也没有用 这些人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这些人没有感动 他们不理解 甚至也不会去积极去参与 你找他们反正把事给办砸了 所以今天扫罗输不就输在这了吗 你看这老百姓喜欢牛 你看这老百姓喜欢羊 你看这牛羊讨在咱就留着吧 给大家分了吧 完了不好的咱给杀了 却忘了上帝的话 上帝话说什么 不管好和不好怎么样 全杀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如果你还不知道扫罗是怎么死的 你就没事多开会 你就没事多开会 你开会多了 你就死了 所以现在中国人这么多人骂习主席 骂习主席独裁 说这次这个 这个常委里面全是习主席的跟班 但是习主席应该还挺好的 为啥呢 你上帝喜欢的独裁 习主席啥都错 妈就独裁一件事 让上帝给干满意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各地的负责的弟兄姐妹 我的话你都可以不听 我的话你都可以不听 没问题 没问题 上帝的话一定要听 所以打字方面打字 打字方面打字 王牧师的话都可以不听 上帝的话一定要听 打字方面打字 王牧师的话都可以不听 王牧师的话都可以不听 但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听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绝对绝对绝对不是上帝 只跟王牧师讲话 上帝也跟你讲话 上帝也跟我们线上的 每一个人讲话 你只要让心静下来 你只要多话先赞美 你只要多话先祷告 上帝一定会跟你讲话的 王牧师的话你可以不听 上帝的话你一定要听 不但要听还要去做 所以这些年我就鼓励弟兄 我就鼓励姐妹 我就鼓励弟兄 我就鼓励弟兄 我就鼓励姐妹 就是神感动你 你就去做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神感动你就去做 因为神感动你 神会帮你 神帮你这件事 不管多难都能做成 所以2023 2024 2025 是黑暗的三年 很困难 但神帮你就不困难了 所以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今年的春节 就在家好好过年 就在家好好过年 谁还不行 有些人就敬拜 有些人就赞美 有些人祷告 有些人就给周围人传出福音 完了等到过完年了 回到工作岗位了 我们就要用一种积极的状态 像大卫一样 像大卫一样 所以扫罗死是今天 但是扫罗死因是好多年前 当神说把亚马利人全部杀死 全部杀光的时候 偏偏扫罗听了百姓的 因为百姓有人喜欢牛 有人喜欢羊 百姓说你看这牛多好啊 一种牛一万多块 大哥你就杀了多可惜啊 你把那些有病的 那些老的你杀了 这些很健壮的 又可以耕地的 又可以吃肉的 又可以积奶的 又可以下毒的 你给他留下呗 扫罗就留下来好的 把不好的烧了杀了献祭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神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扫罗了 但是神没有告诉百姓 百姓不知道 百姓用他们的想法去判断 这牛好这羊好留下来吧 但是扫罗不应该听百姓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想我们教会 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 因为你如果不愿意服侍神 不愿意当领导 你听不懂王牧师在讲什么 但是你爱主 你愿意服侍神 你在某一个件事 你负责 你就知道王牧师讲的 真能绑绑你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相信 我自己我相信 我自己我相信 我们的孙明姐妹到北京 还会开创一片事业的 原因就是 他已经被神训练得非常好 该谦卑的时候 谦卑该顺服的时候 顺服 该勇敢的时候 勇敢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我们弟兄 我鼓励我们姐妹 我们看见萨姆尔了 我们看见扫罗了 我们看见大卫了 我们要责善欺恶 我们要把他们 伸上那些美好的品格 我们不要把他们 伸上那些积极的东西 学到不但学到 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扫罗死了 不是扫罗自己死了 扫罗死了 把他弄得他三个儿子都死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在 威比安在吧 威比安还在吗 威比安 来我问你件事 说 22年最后那几天 我带你们进食祷告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说有一天我那个瘫痪了 人没死 瘫在床上了 也不能讲话了 也不能祷告了 我说你们还能坚持 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吗 完了每个月奉献吗 记得吧 对 你们怎么回答的 说可以啊 不能坚持 但是可能坚持一段时间 看看我们姐妹多可爱 牧师没事 你摊在床上 我们也去聚会 你摊在床上 我们也坚钱 但是可能坚持一个月 可能坚持三个月 可能坚持半年 但是坚持不了一年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不会贪的 阿门吗 打字方面打字 我不会贪的 我要贪了 我们家孩子 真就没吃雷喝了 你懂吧 所以今天扫罗死了 扫罗儿子也跟着倒霉了 今天扫罗死了 以色列百姓也跟着倒霉了 扫罗死了 这些老百姓 就哗家伙 弃城啊 你这什么叫弃城啊 房子不要了 车不要了 你知道吗 牛羊不要 啥子就跑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深圳 有房子的开顺 我们在大连有房子的孙林 你们想想 弃城那是多痛苦的事情 开顺 你的房子在深圳 能卖多少钱呢 现在你想想 你得什么情况让你弃城啊 开顺还在不 开顺你能告诉我 你房子在深圳大概值多少钱吗 应该有 上千万有没有 没有没有 那就没有 好了 就算五百万就行了 在深圳 你啥情况会让你弃城啊 弃城逃跑 房子不要了 就跑了 你懂吗 生命出现问题了 没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允许生命出现问题 我们必须靠主 我们站得住 上帝祝福开顺 你不会出现弃城的问题 我祝福你在深圳再买套房子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带着美国的同工 进食祷告的时候 我提出一个 直击灵魂的问题 我说王牧师 现在不能给你们祷告了 不能给你们祝福了 不能给你们讲圣经了 都不能说话 就躺在那了 你们还能来聚会吗 你们还能每个月来奉献吗 他们说能 我知道那是忽悠 你在刚才 被远远讲的时候都笑了 忽悠我 但是他们后来也挺实在 说能整一个月 整三个月 整半年 但整不了一年 那以后怎么办 牧师家孩子还小 那以后怎么办 教会怎么办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领导的 跟神关系一定要好 当领导的 自己一定不能倒 当领导的 只要你不倒 队伍就能稳住 然后我们的地盘也能守住 但是领导倒了 队伍就散了 地盘也丢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无论在哪里 我们要么去做领导 要么我们要尊重领导 打字方面打字 无论在哪里 要么我们去做个领导 做个头 做个头 要么我们就尊重头 就听头的 就尊重头 去听头的 去支持头的 我们去尊重他们 去爱他们 去尽量理解他们 尽量去支持他们 我们要明白 头是上帝立的 所以我们最头最好的知识 就是为他们祷告 祝福他们 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站得住 我们也跟着站得住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有非常非常清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我们就是靠着主 我们要么我们做头 我们带着千军万马 往前面冲 在地上拓展神的国 要么我们 我们就做一个好的 有信心的跟随者 我们就去理解 就是支持 就是祝福 所以今天我们看 神在扫罗身上 还是有怜悯的 神在扫罗身上 怜悯的 虽然扫罗死了 这个时候你知道 连以色列人都跑了 同志们 连以色列人都跑了 神还感动谁啊 神还感动这个 激烈雅比 激烈雅比的居民 你知道吧 所以因为扫罗 彻底被打垮了 他死了 他三个人死了 他死了 他身边人都跑了 所以没有人敢出来 替他守时 神就感动 激烈雅比的人 然后呢 他们 他们中间 所有的勇士 十二姐 看见了吗 他们中间 所有的勇士 因为他们这时候 拿扫罗的尸体 是有一定风险的 他们所有的勇士 走了一夜 然后把扫罗的 和他儿子的尸体 从那个波山城前 取下来 送到雅比 在那火化 然后把他们 葬在雅比的 垂丝柳树下面 而且他们还进食了七天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扫罗自己离开神的 扫罗自己离开神的 他收了他所种下的恶果 人种什么 人就收什么 但是神还有怜悯 那最后感动 基利亚比的居民 所以后来你看 我们春节后 我们讲 大卫 怎么对待 基利亚比的居民 大卫给基利亚比的 一名一些祝福 因为他们 真的是被神使用 即便神的仆人 出现问题 他们还善待神的仆人 他们所有的勇士 但你要明白 他们赢了就赢了 他们输了全军覆没了 他们所有的勇士 全部来 走了一夜 把扫罗他的儿子的事业 带回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警员 我在这里面 我就想鼓励 鼓励每一个人 这是萨姆尔基最后一章 这是圣经里面 萨姆尔基上下 三个主要人物中的 第二个人物 萨姆尔基已经死了 现在扫罗死了 我们在以后只看 一个人就成大卫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希望每个人都要思考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要 扫罗刚出来的时候 并不强大 但谁与他同在 就打胜仗 有些圣诞都很神奇 后来扫罗强大了 但是扫罗不听神的话 神离开他 所以一直打败仗 最后败到他自己死了 最后败到他儿子死了 最后败到 以色列跟着惨 所以今天即便这样 神还怜悯他 感动一个族 然后所有的勇士出来 把他的尸体收了 没让他特别的那种羞辱 所以我今天 我有几句话 想跟弟兄姐妹讲 讲完了 我们就一起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